我们接下来就记录到了 《案情2》 我现在做这节目做的 都有后遗症了 我现在看见什么 都开始推理分析 有一个印 这印是怎么回事呢 后面发生了什么 善于观察 善于推理 院长 谢谢 来 校园 来词了 来内容了 美善和美丽杰 经法医检测 手术过程中的用药 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警方也对于整形医院 有业务往来的 美丽贷机构展开调查 查出负责人美丽杰 不仅曾暴力追待 且事发当天到过案发现场 校园 书前准备都是你负责的 怎么回事 我 我确实没有检查清楚 但我不至于把药搞混 当时我备好手术用药 放在多功能室就走了 我 会不会有人做了手脚啊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 是你对药做了手脚吧 我没有啊 院长你在说什么呢 我为什么害小胖啊 你看上美山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吧 我们只是同事 人是说 当初你请的吃饭 就是要他把你和美山 排在一个门 不就是想接近他 结果人跟小胖一官宣 你就在办公室喝到酒精中毒 小胖这次手术 你忙前忙后 你抹着劲害人哪 我没有 我没有害人 药品采购保存都是你管的 你还主刀 怎么用药不是你最清楚吗 小胖整容 我是最希望他成功的 客户出事 对医院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你们 恐怕就不是这么想的了 我们 你什么意思 你说是我害死了我男朋友 小胖之所以找我整容 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 你口口声声说不显得丑 那你为什么不发朋友圈 和他的合影 发微博还打马 还不带他出去见你的朋友 我是为了照顾他的感受 我只要一发合影 别人就会说什么 朱金男友和同老公 他看到 他看到不是会更难受吗 好 很好 所以你刺激他来整容 他变帅了 结果后来你倒觉得自己 配不上他了 所以你也跑来整 结果整失败了 你好窝火 你肯定窝火 他要是变得更帅 就更没什么事了 现在既然出事了院长 我觉得你就赶紧赔钱 别把这事情搞得越来越大 影响生意 美丽姐 改头换面做好人了 你来正好我问你一下 出事那天你来院干吗 见客户 有个客户要贷款 员工说听到你跟人吵架 还动手了 有这回事吗 没有 我嗓门一向大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我也看到了 你当时从多功能市 那个方向过来 表情很不对劲 有些话我不说开 我是给你留点面子 但你要还在这儿打马骨眼 我就只能问警察了 我承认我打他 那天我去给客户放贷 正好看见他 我当时还好心提醒他 赶紧还贷款 时间又到了 结果呢他不耐烦 说马上要进去做手术 叫我别影响他心情 叫我滚 你说我能不动手吗 小方是不是你打死的 我就这么踹了一下 这么踹能踹死人吗 我走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呢 人现在死了 但是贷款哪还啊 你是担保人 赶紧还钱知道吗 欠你的我一分都不会少你 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 你什么时候打的他 动手术之前 我难怪动手术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 你知不知道 要是伤了神经的话 肯定会影响手术的 而且很多人被打了 当时没事 事后就死了 我看这个事啊 你跑不掉 我看你啊 真是屎可狼爬玻璃 狡猾透了 你可靠我的分账不说 还天天忽悠 一帮穷鬼去还贷 结果一整一个老赖 钱是你赚了 烂摊子都是我的 表演长 你很会做生意啊 怎么可能 还在乎你这点零花钱 对了 你打他 他没还手 没有 那就有问题了嘛 他那么大一个男人 体格比你强壮那么多 为什么不还手 只有一种可能 他不能还手 你说 是不是你打死了小胖 我都听说了 过去你们催战 都是把人往死里打 妹妹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们催战很佛系的 遇到老赖 我有一一百种方法 让他射死 但是不会打死 你是担保人 有连带责任 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你吧 话说回来 就你这经济条件呢 要不是看你在这儿工作 我都不可能让你做担保 你当初说好了是熟人 就给我免利息 结果就免了三天 一个月就翻番了 你们也太狠了 你可别说这个 当初放贷的时候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了 一个大男人贷款整容 还让女朋友做担保 能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次办贷款的时候 他不仅嫌你额度低 还说你整得跟 泼了硫酸似的 要不是看你给他做担保 他早就踹了你了 我让他还钱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让我找你要 这种渣男 我见一次打他一次 你都应该感谢我 他不是渣男 我是自愿给他担保的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 活该你给他还钱 你继续找医院闹 赶紧闹 闹到了钱 快点给我啊